这个底部皮都是烤的都是焦黄的 很好吃啊 有油 好 现在这把南瓜把它分开 好 现在把这个南瓜 把里面的这个羊子把它掏出来 不要的 我们就把它切成那个一片一片的 好 这么多南瓜都切好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备用 好 我们先把这个碗里面倒一点这个菜油 放一点盐 然后再放一点这个黑的胡椒 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黑胡椒和油呢 把这个南瓜的 出完以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烤盘里面 好 最后一个 好 我们就这样把它放入400度的烤箱进行烤20到30分钟 好 这个南瓜也就是 就这样烤好了 这个非常的好吃 因为撒了一点油和盐淡淡的 然后它这个南瓜本身是有甜味的 咸甜在一起 咸甜在一起 特别特别好吃 要这样插进去以后都通了 就是我们都已经都烤熟了 它这个底部皮都是烤的都是焦黄的 很好吃啊 有油 好 shot kalau 点大声 我没有是一种洗衣扉的 二陌 configuration 让connect 打炼